剁點餡真沒菜哦 刀工好好哦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剁得太好吃 手工剁得好吃 我們回到家了 你看半斤很開心 表哥豆瓣今晚了 沒菜蒸就不要 好 表哥做菜以後今晚哦 泡了沒有 要泡的嗎 等一下你把它切碎了 然後放水去泡一下捏一下就乾淨了 嗯 交給你了 這個臘腸待會你也蒸兩條試一下 好 晚餐就交給表哥了 剛剛回到 你看半斤在這裡 我要剪一下視頻了 因為今天的視頻還沒有上傳 好了現在我就要開始忙了 我就做懂美食了 滿了一盆哦 表哥兩個人吃得完嗎 吃不完 一定還可以吃的 就兩個廠家的煤菜是吧 對 哦 那就試一下 你看到它有了一塊線 哦哦哦 看到嗎 哦 這樣子啊 哦這裡畫了一個界線 左邊右邊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家的嗎 知道 我知道的啊 腊腸不用做太多 怕待會吃不完啊 菜已經做好了 腊腸還有梅菜蒸肉餅 開餐了 好像感覺不像之前那種哦 黃黃的哦 它這個蒸出來它是 新鮮的 新鮮的 新鮮的菜 好 試一下 我吃的這邊好吃 對 對吧 這個是鹹香鹹香的 那一個呢 感覺有點清味 對 就是說很生的菜 感覺都沒熟的 嗯 對吧 我就一對比又吃得出來了 這邊那個很香 對很明顯的對比 是的 我和彪哥已經吃飽了 剛剛彪哥就帶半斤下去 溜了 下去走一下 這一個腊腸呢 我已經試了 然後這一個腊腸呢 我覺得味道不太合適 還是要回來試了才知道 等下一次吧 下一次看看有沒有合適的 有合適的話 我再找代工好了 因為這一個感覺 不知道怎麼去調這個比例 還有這個味道 就跟我的相差比較遠一點 如果口味是差不多的話 還可以調整一下 好了現在我要收拾一下碗塊了 剛剛視頻已經上傳了 半斤煮了這個雞胸肉 給它吃 半斤 來 有好吃的啦 嗯 吃飽一點啊 半斤吃飽就好了 吃肉就很快哦 吃狗糧他就有時候不愛吃 我在這裡上傳視頻 你看彪哥和半斤 對我們來參觀的 你在幹什麼 半斤 我們來參觀的 半斤特別乖 給你看他 對吧 哈嘍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秋 半斤已經吃飽了 知道我們要出去了 你看他一直盯著 彪哥他手上的東西 一直盯著彪哥 盯我幹嘛 你剛剛已經出去溜了 帶你出去了彪哥 半斤就想著出去 現在彪哥在整理東西了 這個是阿龍收拾出來 我們擺在車上的 我們用咯 我們也用得上 阿龍他這個收拾的東西還挺多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有什麼 卡士爐的煤氣掛 這一個卡士爐 還有桶啊 鍋啊 這個鏟啊 都有 這個是砧板 對 你看半斤 走了 我們把它拿到車上去吧 還有這個他說也沒有用 阿龍說 給我們帶回去 對 可以一起拿回去吧 放得下嗎 可以哈 放得下嗎 對 東西都已經抬到車上去了 現在我和彪哥呢 就去一趟醫院 去山院那一邊 檢查一下這個假抗 我昨天晚上就已經預約了 要抽個血檢查 所以我都沒有吃早餐 好了 現在出發了 不要過去把車停一下 這裡好多車好多人了 最怕來醫院了 停就沒有檢查了 好像也有一年了 我停要也停長時間了 已經 昨天感覺手有點抖 所以今天就過來檢查了 進去取個號 下一個就到我了 到二樓先抽個血 可能報告呢 要下午才出來 這裡要檢查五常類的 檢查幾個項目嘛 打血腸龜還有肝功能 還有甲功三個項 然後尿酸 甲狀腺抗體 甲狀腺蛋白抗體 檢查這幾項 報告要下午三點後才出來 我先回去吧 先回去晚一點再過來 因為彪哥他在外面等著 沒有找到停車位 剛剛驗完雪我們又回來了 回來家裡面了 帶半斤下來走一下 讓半斤自由奔跑一下 現在中午休息時間沒有人 這裡草坪這裡 半斤過來 你看跑得可快了 只要看著半斤就沒事了 也讓他奔跑一下 過來跑咯走咯 一起奔跑 半斤吃的飽飽的 又有的玩又有的吃 飽哥要回去了 飽哥要回去了 注意安全啊 飽哥 慢慢開 回去接雨晨咯 佩琪咯 好 拜拜 有空來看我 明天又來 明天又來啊 明天又來啊 好 要忙了 飽哥也要回去看一下孩子們 拜拜 我們呢已經到了倉庫了 剛剛飽哥呢 在倉庫裡面幫忙 打包完了 他就回去了 回家裡面去了 因為家裡面有老人家也有小孩子 所以飽哥要回去先了 這一個呢是皮滑艇 剛剛呢 飽哥呢已經打包好了 打包的挺好的 不知道待會兒要不要重新打包 阿龍的皮滑艇呢 他呢已經賣出去了 我已經約了德班了 他待會兒呢就上門收件了 還有一個這個呢 是皮滑艇的袋子 也裝進去吧 待會兒我還要問一下這個物流公司 就是這樣打包 合不合格 因為是兩個箱子拼接在一起的 先量一下 算一下多少錢 這個運費 還挺大的 打包起來 體積比較大 這個蔣我用氣包袋打包好了 盡量包的延遲一下 這個蔣用這個箱子 脆爪的箱子裹住了 重是25.5 25.5斤 公斤 公斤50斤的吧 嗯 51斤 哇好重啊 硬費也不便宜 這樣一穿 包的挺延時的 三天就能收到了 阿龍的皮滑艇已經寄出去了 現在我就出發去醫院去拿報告 報告已經出來了 現在差不多4點鐘了 好了 出發